好 我们来写杜甫的诗 属相 属相 祠堂 何处寻 景观 城外 薄深深 属相 啊 属 属相 这个池堂的池堂 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 往上提 画下来 池堂 何处寻 搭下来一点 好 寻 从上 河下 往内再往外 出去 何处寻 景观 城外 薄深深 10瓦 1瓦 火生生 伯森森 伯森森 映街碧草 至春色 尺子 再来是隔夜黄梨空好音 隔夜 隔 我们学草书 隔夜 黄梨 隔夜 黄梨空好音 空 好音 三故平凡天下祭 平凡天下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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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祭 开祭 这个祭我们把它写成这个祭 老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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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未结 结这样写哦 比较特殊一点 然后呢 从这里过来 降过来 然后从这里过来 这是未结 生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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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雄 列满金 英雄 英雄 列满金 往这边带 站过来 列满金 列满金 长始英雄 列满金 那这个蜀相呢 是指啊 诺葛亮 因为在蜀汉元 蜀汉 张五元年的时候 他担任了 这个刘备的 蜀国的丞相 那么他现在的庙啊 就是近时啊 李雄称王 成都时所建 就是所谓的武侯池 长始英雄列满金 我们呢 写这个有点感慨啊 这个 诸葛亮真是 很可惜的一代名相 好 那我们漏款啊 就是 嗯 杜甫 杜甫师 蜀相 有点感慨 有点怀念 有点习英雄的感觉 蜀相 啊 啊 亦 智 诸葛五侯 哦 有 油 趕快 它 庚子村无体真 好 大概就是这样 属下池塘 何处寻 景观城外泊深深 应接碧草 至春色 隔夜黄梨空好阴 三顾平凡天下极 两朝开祭老成心 出师未解 深仙史 常使英雄 泪满金 杜甫师属相 一指诸国武侯 后多有感怀也 庚子村 无体真 不知 等会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